好緊張喔 我不知道合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哈囉各位 歡迎來到弦弦大大會 我是凱莉 先前呢 宣媽在日本的超商看到了 我們台灣直播 珍珠奶茶 很特別吧 一口氣就買了兩種口味 而且還是期間限定 非常的幸運 就是這兩罐囉 你們不會覺得很好奇嗎 它的珍珠口感都不會變嗎 你看裡面它真的有放珍珠 有沒有看到 這一瓶是草莓牛奶加珍珠 這一瓶呢 就是一般的加珍珠 好啦 那我們就來試喝看看吧 第一個呢 就是先喝草莓口味的 而且這個西瓜還很可愛 它是 這樣可以伸縮的 伸縮西瓜 你看很拉長 它有個卡索 可以這樣卡住 喔 整個西瓜透出來都是草莓口味 好緊張喔 不知道喝起來會不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沒有吸到珍珠 它是不是還沒戳下去啊 沒有戳到底 嗯 它們的珍珠 跟我們台灣的還是不一樣 這個喝起來比較像是果凍 我覺得它應該是 果凍草莓奶茶 它的珍珠好像就是在吃果凍蒟蒻 哈哈 這根本不是珍珠 不是乾燥 金桃 嗯 草莓牛奶就是很正常的草莓牛奶 味道還蠻濃的喔 只是呢 如果說你真的是抱著它是珍珠的 期待來喝它的話 它真的不是珍珠 如果說你喜歡喝草莓牛奶的話 可以喝 你是為了珍珠的來的話 那就不要 因為它喝起來就是果凍 好 換下一個 這一瓶呢 就是來喝看看它的原味奶是怎麼樣 這一瓶應該總不會是真正的珍珠吧 啊 它不是珍珠有點可惜 失望 奶茶很濃 茶葉香 它奶喝起來很像是阿薩姆奶茶 再加上黑色的果凍 嗯 奶茶不錯喝 但是呢 它的珍珠依然是果凍 好 那這樣我等一下一定要去手咬店嗎 一杯珍珠奶茶 好啦 沒有一顆是例外 每一顆都是果凍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幫我按讚 並且分享出去 給那些還沒有喝過朋友的參考一下喔 它是果凍 不是珍珠 它是果凍 不是珍珠 還沒訂閱的人要記得按下訂閱鈕 旁邊的鈴鐺要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跟他說他是 我說他是台灣電視台最有名的 他就一直說要拍他 ww